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港版国安法一过 预计最快8月就会实施 条文中明确规定 中共中央为了维护国家安全 有关机关可以根据需要在香港设立国安机构 已经备受争议 没想到香港电台报导指出 人大会议中又将原本草案中 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条文 额外加入了活动两个字 分析指指这意味着中国要锁定的 已从个人行为扩大到 连组织 团体和机构也要通通一网打尽 包括港新何运师去年六月现身反送中游行 号召港人站出来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 清零抗议现场带头示威 在港版国安法实施后 可能都会因为涉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而出法 专家指出中国法律规范 只有涉及恐怖主义和间谍等非常有限的国安领域 才会搬出活动两个字 北京加大打击反中力道 不分学者忧心 未来港人一旦参加集会 甚至路过都有可能因触犯国安法 被秋后算账 香港的言论和集会自由 恐将只成追忆 下来新闻我们的 下来新闻